天上各种 愿意不明的刺痛 刺痛 多希望你的轮廓 温柔不曾相识过 这首歌是之前看Barbie的时候 然后片尾 我特别喜欢的 Billy的一首歌 这首歌我很认真的去听她的歌词 因为 她的Billy的歌基本上都能够 从歌词层面让你去思考很多东西 尤其是这首歌 因为它特地是给 就是Barbie这个电影做的 那它更多的就是去探讨 女生 世界上 社会上的这些Barbie们 我们 到底是为何而做 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哪里 或许我们 只是个玩偶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 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因为我 Sonday I'm my light 你知道有些歌他不给你前奏 然后直接进 那个冲击力也很大 一直以来很喜欢那个歌手之一 一个欧美女歌手 Sasha Alex Sloan 然后最近他让我特别特别 迷了一首歌 这个就是 他也是钢琴进 但是他就是 开口贵的那种进 intro的方式 我最近真的挺爱他的歌的 孙盛希 我对他开始有印象 其实是想见你那个电影版的主题曲 《眼泪记得你》 然后最近我很名他的 《潜伏期》这首歌 《潜伏期》《潜伏期》 《潜伏期》 在我自以为平静的时刻走着蔓延 它是那种把R&B和Ballet融合得特别丝滑的 很爱很爱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吧 莉莉周她说他们的这个大语言家我特别喜欢 这个前奏不一样 它是用管乐进来的 这个风格很不一样 我最近比较喜欢就是他们这种 一般这种乐队里面会有一个男主唱和一个女主唱 他们会男女声叠跨一个八度同度的音去唱一个旋律 所以它会给人一种又有高频又有低频一个很饱满的一个声音 就我们有时候录歌会左右声道然后会分开去叠各自的两轨 他们呢就是上下我们是宽的他们是厚的会听起来又有细柔的地方 又有像贝斯一样很低沉很饱满的什么拖的那个旋律就更加的丰富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一种 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如果观看 esta能力儿 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准重了 这是我们这种歌试的部分